我们中张头都采取一致的行动 强调区域共同治理 谈台风架放假标准 台中市长林佳龙交给专业判断 按照标准没有另外的考虑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累积经验 对北北基共同决策圈出现六年来 首度台风架不同标准 引发民怨批评引以为鉴 中台湾的中张头苗未来面临台风决策 林佳龙得绷紧神经以对 而除了台风架怎么放得伤脑筋外 穿出台风过后内阁可能大扳风 换与不换林佳龙这样看 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考量 我们都尊重这些人事权 民进党政府做了很多事 可是如果你不走出来 那人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要化被动为主动 能够积极下乡 林佳龙呼吁中央多下乡体察民情 马利亚台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首长决定牵动居民生活 进退之间凡事都得三思后行 欢迎讯红世诚蔡志玲台中报道